朱棣的两个小儿子准备作死 只因他们听说朝廷派来监视朱棣的不正式胡成 在没经过燕王朱棣传召的情况下 就直接进覆大屁股坐下 胡成这条老狗 以为有太子给他撑腰 就敢对父王不敬 真是反了 这口气我可忍不了 小太监正和见状连忙上前阻拦 让他们不要乱来 燕王和燕王妃反复交代过 现在是特殊时期千万不要惹事 可不了朱高绪听后根本不领情 滚开 大明是我朱家的天下 胡成是不过是我朱家的一条狗 他竟敢张罪咬我父王 不杀他就够便宜他了 朱高绪说干就干 就在胡成刚从燕王府成叫准备离开的时候 他直接将一串鞭炮扔进轿子里面去 把这位不正使吓得一时找不找北 缓过神来的胡成心中一阵暗爽 正愁着没把柄搞你 你自己送上门来了 他当即就要朱棣给他一个交代 得知此事的朱棣欺诈了 国母病天三年内不许然放炮竹 马皇后可是朱元璋的逆临 谁碰谁死 这样的罪行要是上报给朱元璋的话 自己这个燕王都顶不住 越想越气的朱棣好奇朱高绪啪啪啪就是两巴掌 因为平日就说他最调皮 一看老爹来真的 朱高绪也怕了 直接将锅甩给马和 一口咬定是马和出的主意 不料此话一出朱棣更是怒不可了 马和什么人贫富那人人皆知 做错事不敢认还在赃嫁祸 朱棣当即扬起手中的奇皮狼 就要将这个逆子当场抽死 燕王妃拦住圣怒的朱棣 转身将两个孩子送了出去 与朱棣的火爆脾气不同 燕王妃很快就冷静了下来 他劝燕王千万不能将两个儿子交出去 否则就是变相承认燕王府确实有大不敬的罪过 最终会因此而引火烧身 但是把锅甩给马和就不一样了 咱们燕王府就可以完全置身事外 燕王妃套路起来也是毫无人性 他先是将马和关在柴府阿上三天三夜 然后再亲自为他结绑擦汗 并虚情假意地问他饿不饿疼不疼 知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把你关起来 天真的马和不但无辜地摇了摇头 还细心地给女主人拿来一张凳子擦了擦 你闯下大祸 你怎么能往不正使大人的轿子里放冰炮呢 王妃不 我问过高氏高绪了 他们说是你干的 没有 绝对没有 奴才不敢撒谎 那就是高氏高绪两个主子再撒谎了 此时马和无比地委屈 他不知道为什么往日和蔼的王妃大娘 如今却要无限于自己 无声的泪水就像是断了线的珠子一样 每一颗都写满了冤枉的往下掉 燕王妃自然明白马和心中的委屈 因为只有冤枉你的人才知道你有多冤 但此时他需要马和背下这口大黑锅 再给了马和一个瞎马威吼 他又立刻以大义为由道德绑架马和 只况马和是个好孩子 是一个勇于救助的好孩子 如果这个家出了事 每个人都脱不了关系 每个人都要分担一份罪 如果闯个大祸 那最后剩下的只有四个字 家破人王 举国大丧 蓝王鞭炮 是要灭门的 燕王府上下 954个人的性命啊 你懂了吗 话已至此 少年老成的马和已经明白了燕王妃的意思 那就是要自己背锅保全燕王府 燕王妃继续PUA马和 说从刚刚细心的搬凳子给她做的举动 就证明马和是个懂得照顾人的乖孩子了 但这还不够 你还得懂得照顾咱们这个家 男子和大丈夫 不仅要吃得了苦 还要受得了委屈 你不仅要争得起自己的吉利 你都要争得起这个家 只要有人能够舍生娶你 忠心救助这个家 救命会散 今天我要罚你 罚你替主顶罪 为家消灾 为了让这个家不会散 马和心甘情愿地当了这个背锅侠 他荡着众多燕王府下人的面 亲口承认是自己贪玩 这才将鞭炮扔进了不正式大人的轿子里 尽管下人们都知道马和在撒谎 但全都为这个孩子的勇敢担当充满敬意 燕王妃走下台阶 他告诉所有人都要一条心 不管金府年头长短之位大小 最重要的就是要与王府融入与共 对燕王忠心耿耿 马和 王爷要带你亲自到顾正式府上去赔罪 王爷说了 银河送上几百两黄金 也要保住你的信物 为的是你敢于认错 为的是你保住了燕王府的明节 更为了你对王爷 对王子的忠诚 因为马和的主动背过 吴承对燕王府也就无从下手 再加上朱棣似有似无的求情 也就没有为难小马和 毕竟搞个小孩也有失明节 而朱棣也承此机会给两个儿子上起了课 他告诉高智和高绪两个儿子 帝王之家吴家事 生与王府不同于寻常百姓家 一件不值一提的小事 就很有可能让整个王府负面 他赞扬马和勇于冒死救助忠心不二的精神 不但救了两个熊孩子 还救了自己 更是救了王府上下几百人的性命 燕王飞一个眼神递过去 两位小王子矛倒 连忙跪到地上感谢马和的救命之恩 朱棣见状把马和推到两人面前 撑下了两位王子的贵恩 此日姚广孝来找朱棣玩 但由于朱棣公务繁忙 马和给老和尚上了一杯茶 让他稍等片刻 姚广孝一眼辨认出这是替主顶罪的小太监 闲着没事干他就斗了斗小马和玩 问他为何要带人受过 可不料马和却一口咬钉是自己干的 我还在撒谎 我就是没有带人受过 马和的刚烈让姚广孝眼前一亮 他实在没想到眼前这位12岁的小太监 竟然就有如此的赤胆忠心 姚广孝来了兴致 你也别骗我了 我和你家主子是哥们 他什么都跟我说了 我就问你 无端受过你不觉得委屈吗 我开始觉得委屈 后来就不委屈了 为何又不委屈了 二爷是主子 奴仆应该为主子担当过错 可主子要是依错再错呢 那奴才就一再担当 一再一再 何时还债 担当担当 你再合法 主公知道错了 会改 还会感激奴才 奴才应该和主子生死同命 同仆与共 姚广孝万万没想到 这种觉悟能生在一个12岁的孩子身上 他接着问马和 如果主子让你替他去死你愿意吗 愿意 为何 这岂不违背缺底人伦 公道 自在人心 六个自阵的姚广孝头皮发马 此子绝非之中物 一遇风云壁画龙 他决定送他一场造化 此时朱棣刚忙玩手头饰过来 姚广孝没废话 他直接跟朱棣表示 自己要收马和为一波传人 只需要五年时间 必定把他调教成你的左膀右臂 朱棣笑了 那感情好啊 大师肯亲自为他培养人才 他求之不得 黑衣宰相姚广孝正在给郑和上人生之课 但让郑和没想到的是 姚广孝给他上的第一堂课实在是太狠了 直接就把他的尊严按在地上反复地踩踏 姚广孝让马和认清自己的身份 广关是牛马的牛马 奴仆中的奴仆 在成为宦官的那一刻你就已经不是人了 而是皇宫后院的一个工具人 就如同鞋底谈鱼和抹布一样 随时可以被更换和抛弃 师父 嫔妃们可以在你的面前更衣 皇上可以在你的面前如厕 就因为你是个宦官 师父 这个物件是用具 师父 成为太监是马和一生的痛点 本以为拜如姚广孝门下能得到昔日缺失的呵护 可如今却遭到了师父的百般羞辱 就连做人的最后一丝尊严也被践踏得体无完肤 宗石视他在坚强的灵魂 此刻也被摧残成了碎片 怎能不痛心 可姚广孝却还觉得不够诸心 其实姚广孝之所以要对12岁的小马和如此毒舍 是希望马和能直面自己的宦官身份 身为奴婢 只有当知道自己有多么低贱之后 才能熬过艰难的岁月 面对流言蜚语也要学会勇敢面对 只有这样 即便你跪在地上也比他们高贵得多 现在我给你上第二课 你知道自己是什么人了吗 知道 我是宦官 宦官不是人 是物品 是用具 错 宦官非人 却偏偏要做人 宦官不但要做人 而且要做个人上之人 谁要你不懈修炼 忍辱负重 一是拼搏 定成大器 师父的话让马和的眼睛重新有了光彩 太监虽是不男不女的奴才之身 但往往因此而心智更强于常人 更可以凭借皇家的东风做出一番事业 姚广孝还专门给马和举了个例子 汉朝的司马迁因为莫须有的罪名 被汉武帝下令阉割成了太监 但即使这样 司马迁不但没有自暴自弃 而是痛定思痛 忍辱负重 数十年如一日 努力下 以滴水穿石的一粒 写下了史上最伟大的史记 写记了天下帝王将相 但最了不起的人 还是司马迁他自己 他虽然被割去了南根 也修成了人中之圣 无面之王 上完这堂人生之课后 师父给徒弟布置了一个课后作业 让马和在一柱乡内 把打乱的拼图完全复原 做不到晚饭就别吃了 说把姚广孝转身退出了馋房 与此同时的门外 同样孤苦伶仃的宋连心前来送饭 意外听到了姚广孝对马和的教训 王爷今儿宴客 忽然想起大师 忙明我把席上的熊掌鱼翅提筋 还有一壶把您家酿送来 请大师尝尝 贫僧这辈子不喜欢别的 喜欢的就是酒肉 说是出家人 但黑衣宰相姚广孝更像是拿着佛珠的阴阳架 他既喝酒也吃肉 酒肉穿长肚 无影无形 苍生大意 自留心头 酒足饭饱的姚广孝回到产房 发现马和已经将108块拼图全部复原了 姚广孝满意地点了点头 这幅图世子朱高尺用了两个十尺才勉强拼完 而朱高续就更不用说了 整整两天两夜连个头续都没有 现在你马和半个小时就搞定了 由此可见 马和的确是个外娱内秀的人才 收藏评论发弹幕 老庞在这儿先行拜谢了 你 是